IDF先進戰機計畫準備在2024年完成第一階段的發動機與機體設計 目標在2030年服役 真的要弄180架的成本加上研發經費至少要花個4000億 戰鬥機的研發從引擎到隱身塗料都被各國當作是最高機密 這也是台灣下一代戰鬥機最需要功課的難題 中華民國空軍在排除萬難研發出金國號IDF戰機之後 軍事航空產業就停滯了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IDF也將會在十幾年內達到機體的受限需要大量更替 儘管2021年年底服役的永鷹教練機給大家帶來新的希望 但是教練機的性能要求還是遠遠比不上研發出符合現代戰場需求的戰鬥機 所以研發出接替IDF的下一代逆宗多功能戰鬥機 就成為中華民國空軍下一個十年最重要的課題 YO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國軍的ADF先進防禦戰機計畫 國際國道之所以重要就是不用受制於人 而且在有限的國防經費下可以用同樣的價格買到更多的產品 省下外國廠商賺走的中間差價 同時也強化國家的科研能力 確保在需要的時候不會有像現在一樣的技術落差 目前中華民國空軍有140架的F-16 54架的幻象以及129架的經國號為主體 但由於幻象缺乏法國的資源 不管是零件以及升級方面都處在一個停滯的狀態 而經國號服役至今也經歷過超過30個年頭 當年戰力還不錯的輕型4代機 在現在這個全世界都在拉幫結派設計自己5代機的年代 更寫得能力不足 如果幻象和經國號全部處役 美國又不願意賣F-35 那空軍將會有非常巨大的戰鬥機斷層需要彌補 台灣要有自行生產的能力 美國才會願意把受管制的先進武器提供給台灣 所以相較於期望美國給我們F-35 乾脆自己下場做下一代戰鬥機 戰鬥機的研發在各個層面都非常困難 從引擎到隱身塗料都被各國當作是最高機密 這也是台灣下一代戰鬥機最需要功課的難題 目前根據中科院院長張忠誠 在去年的發言中我們可以得知 ADF先進戰機計劃準備在2024年完成第一階段的發動機 以及機體設計的研發 這個由中科院航空研究所 以及漢翔公司聯合研發的戰鬥機計劃 有一個很中二的名字叫做大魔王計劃 這個名字是誰取的 你出來我保證不對你怎麼樣 目標在2030年服役 雖然有消息指出想要直接跳過五代機直接上六代機 但是我覺得做出來最有可能是接近五代的四代半 目前的設計需求包含AESA主動向位陣列雷達 逆中性能 內置彈艙可以裝備四枚的中程空對空 以及主動式電戰系統 目前根據前國防部長的披露 ADF已經完成風洞測試 外型結構已經完成設計 現在專注研發發動機以及可變噴嘴 也確定不具備短長起降能力 而發動機的研發也是最難以突破的部分 台灣可以選擇的發動機非常有限 除了在2016年建案的織女星計劃 以IDF的TFE1042發動機持續研發 很有可能就是後繼型號TFE1088-12的改版 最大推力可以上看12000磅 預計在今年進入熱段燃燒測試階段 也就是高溫燃燒室以及高溫渦輪的組合段 這個區域的製作門檻非常高 基本上需要數十年的經驗累積才有辦法有效掌握 也就是說有可能沒有辦法在時間內完成設計上機 代表早期的版本很有可能還是會向美國購買引擎 這也可能是比較會成功的方案 但是年前設計的TFE1042的最大推力只有9000磅 身為同樣是雙座設計的ADF 如果使用原本的引擎 最大推力就只會有18000磅 很明顯不夠 如果使用升級版的TFE1088 最大推力可以上看24000磅就會比較夠用 那外購的選項有誰呢? 目前最有可能的就是超級大黃鋒F18以及韓國KFX身上的F414 F414的單發動機最大推力為22000磅 裝上兩顆就可以達到最大44000磅的推力 或是用上一代產品F404 兩顆引擎的推力加起來也有35000磅 都超過或是快要達到TFE1042的兩倍 F404因為已經在韓國的T50 瑞典的JS-39以及印度的光輝戰鬥機上裝備 所以外銷的限制應該會比較小 如果要採用F414 那機體大小勢必會加大成為大型戰鬥機 航程和載彈量都會更大 但是這會非常需要美國從上到下的支持 所以難度也不低 漢翔在2020年成立洛克希德位於台中的後勤維修中心 讓台灣在F16的維修上累積一定的經驗 另一個比較不可能的選項 就是用兩顆F16的F110引擎 雖然這會減低部隊的後勤負擔 但是同時因為這顆引擎本身的造價以及維修成本就高 單發引擎的推力就達到3萬磅 如果上兩顆直接就可以達到驚人的6萬磅 這個計畫就會很類似於土耳其的TFX計畫 或是F15EX 但是這樣就會直接變成重型戰鬥機 並不是台灣需要的設計 所以可能會採用單發設計 也就是加大而且隱身版的F16 對於引擎的選擇 我個人認為外購和研發同步進行 目前的時間線要自行研發性能達標的引擎難度太高 但是這樣的技術又不能不有 所以同步進行一不同批次生產是最為合理的做法 當然這就會需要有足夠的經費 也是目前非常困難的一個環節 ADF的引擎研發經費大約是美國引擎研發的六分之一 明顯不夠 武器整合的部分相對簡單 最基本的就是已經量產的天劍2C 射程上來到100公里 基本上起飛之後就可以朝海峽中線 丟4顆中程空空飛彈進行反擊 速度可以達到6馬赫 同時具備良好的抗干擾能力 先前中科院釋出的圖片中 還有一枚類似彗星的遠程空空飛彈渲染圖 預知了下一代天劍2的外貌 應該會採用衝壓發動機 射程上可以提升到150到200公里 而且因為動力性能的提升 理論上不只射程大大增加 同時不可逃逸區可以增加到60公里 有更高的命中率 但是價格可能不會很親民 彗星的價格是天劍的4倍 儘管台灣已經有衝壓發動機的技術 但是要小型化的難度還是不低 進程空空飛彈很有可能會是正在研發的天劍3 天劍3由天劍1改裝 設計目標是達到美國AIM-9X的離軸發射能力 擁有這個能力我覺得難度不大 但是同時ADF也要具有360度交戰能力 才能把天劍3的性能發揮到極致 同時如果可以做到發射後鎖定的能力 那當然是最好 儘管目前沒有機身外型的渲染圖 但是我們可以大概猜測一下可能的外觀 外傳會使用向量噴嘴 來取消尾翼強化逆蹤能力 但是我個人認為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引進這麼多技術我覺得難度有點高 所以最後的外型可能還是會採取雙錘尾的設計 畢竟光是飛控我就沒有很確定我們寫不寫得出來 就算台灣有極度強大的晶片產業 但是飛衣飛控軟體我們從來沒有經驗 而在逆蹤技術方面ADF在機體設計上我覺得難度不大 畢竟逆蹤的原則基本上保持不變 比較需要攻克的是先進逆增圖層 以及進氣道、坐艙罩以及內置彈艙的設計 要達到一定成效的雷達逆蹤 在每個階段都需要做好處理 這個部分很可能就需要美國的支援 ADF的最大問題就是技術累積不足以及研發經費嚴重不足 政府永遠都在想著用最少的經費炸出最強的性能 把關好預算我覺得無可厚非 但是戰鬥機的研發本身沒有辦法超進路 必須要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走 所以這個計畫要走得順 除了中科院和漢翔科研人員的辛苦努力之外 就是普羅大眾需要了解這些武器裝備研發上的難度 並且支持軍費的提升 看看與我們處境相同的小國 軍費支出比例都遠遠高於台灣 以2027年武力飯台的計畫來規劃 政府的其他支出其實都沒有那麼重要了 沒有國就沒有家 蓋再多捷運 養老金再多發一點 在火箭彈落下來的那一刻都是浮飲 你家裡存了多少錢買了多少經營財寶 沒有有效的防盜措施 強盜還是可以直接走進你家 賞你一巴掌再搶走你存下來的所有財富 所以請我們的立法院多多關照國防預算 儘管已經花非常多經費在潛艇、水面艦以及F-16的升級 但是ADF計畫是中華民國空軍非常重要的研發計畫 絕對不能荒廢 ADF如果有辦法做出來 肯定是會需要外國廠商的支援 光是F-35也都是多國聯合研發 這也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我們的國際情勢非常嚴苛 所以還真的要看美國的態度 但這也不用過度擔心 相較於潛艇我們需要重新開始做 戰鬥機的研發我們已經有先前的經驗 只是很多新的技術需要整合 而這剛好是中科院的強項 真的要順利研發在時間內完成 現在的經費真的不夠用 達前是必經之路 如果真的要弄180家的ADF 那生產成本加上研發經費至少要花個4000億台幣 我覺得最有可能的方案會是4.5代 把性能做到頂 但是不要盲目追求無代機的性能 寧願先有新戰鬥機 也不要等了十幾二十年什麼都沒用 畢竟現在要優先處理的是老舊戰機的泰幻 有總比沒有好 而且台灣身為防守方 因為過度強調隱身性能沒有意義 我們也更容易被卡技術 現在這邊預祝我們的科研人員 研發一路順利 辛苦大家了